在提到的光反应当中 我们的电子传递的过程 可以把机子的氢离子 打到类囊膜腔里面 产生氢离子浓度梯度 这个浓度梯度就会形成 所谓的化学渗透压力 这个化学渗透压力 在透过ATP合成煤去形成ATP 形成ATP是不是这个化学反应 二磷酸腺肝 加上磷酸根 变成三磷酸腺肝 大家某人加上磷酸根 这个过程不是应该叫做磷酸化吗 磷酸化 像我们之前提到的钠甲邦普 我透过让钠甲邦普蛋白磷酸化 可以让它形状改变 从潮内变成潮外 来运输了钠离子 让某个东西接上磷酸根 就叫磷酸化 而我的二磷酸腺肝 加上磷酸根 不就是磷酸化的过程 因此ATP的形成过程 就是一种磷酸化 好 在这边的磷酸化 是不是透过氢离子的化学渗透压 来驱动磷酸化的诞生 所以这边的ATP产生机制 就叫它化学渗透磷酸化 化学渗透磷酸化 透过某物质的浓度梯度 而造成ATP形成 这样子的ATP形成机制 叫化学渗透磷酸化 这个名词在光合中的光环影出现了 我们等段考后 在二质有氧呼吸那里 也有类似的机制 也叫化学渗透磷酸化 但是我换个角度 我这边的ATP的形成 是不是透过光 来驱动氢离子的浓度梯度 所以我的源头 光的能量来源的源头 是光啊 所以这边的磷酸化 也叫光合磷酸化 利用光的驱动 让ATP形成 所以这边的ATP形成 你如果由能量来源 是来自于光的 叫光合磷酸化 如果讲的是机制 是透过建立氢离子浓度梯度 又叫做化学渗透磷酸化 所以光反应产生ATP 用不同的角度 可称之为光合磷酸化 也可以称它为化学渗透磷酸化 其中这个氢离子浓度 是累积在内囊膜腔里面的 而这一点为何这么重要 各位还记得 我们在教液律体的时候 我有强调一件事情 我说awiaić有外磨 有内磨 内磨会凹陷 形成内囊膜 黛肾 画几个代表就好了 好 这样子 我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 内囊膜腔 和内・外・膜之间的空腔 是相通的 是相通的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内囊膜腔属于细菌的体外 而基质就是细菌的细胞质 好了 基质是细菌的细胞质 而内囊膜腔就是细菌的体外 而现在呢 我把氢离子从基质打到内囊膜腔 等于把氢离子从细胞内打到细胞外 对不对 你不觉得这很眼熟吗 氢离子被打到细胞外面 这不是植物细菌增菌 透过子子泵把氢离子打到细胞外 建立了氢离子的浓度体度 来帮助其他物质的运输吗 这不是植物增菌细菌都会做的事吗 对啊 所以这一只蓝绿菌 它做的是一样的勾搭 它把氢离子打到细胞外面 建立了氢离子浓度体度 但现在这个氢离子浓度体度 不是来运输别的物质 是要让ATP形成 透过化学渗透磷酸化来产生ATP 所以发现没有 植物细菌增菌 都习惯把氢打到细胞外 这个液氢体也是细菌 它打到内囊膜腔 就是细胞外 体外了 所以为什么是打到内囊膜腔 基质打到内囊膜腔 你想想植物细菌增菌 它们的习惯 你就会发现这边很合理哦 因为体也是把氢离子打到细胞外 只是这个细胞外比较暧昧不清 这个细胞外指的是内囊膜腔 内囊膜腔其实是体外 它跟内囊膜的空腔是相同的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补充说明 化学渗透磷酸化 为什么氢离子是从基质打到内囊膜腔 因为很有道理 它的祖先就是这么干的 它就顺着祖先的路径这样进行 以上就是光合作用光反应的介绍 感谢观看